今天呢,又来给大家道道一些多肉的事了,因为现在春天到了,很多的花肉呢,都在开始入手各种各样的花,尤其是多肉比较多哈,很多花肉问了我一些问题,咱们今天一一的解答一下,首先呢,就是有的话我说老花姨为什么我买到的多肉当时很鲜艳,然后慢慢的给退色了呢,还有的话我问我老花姨,我为什么养的多肉没有人家鲜艳呢,关于多肉的一个上色啊,很多花姨在直播间里面老是问,老花姨,是不是里用点什么肥啊,多肉不用肥啊,跟您负责任的说 我们大棚里面养多肉也算是这个青州比较早的一批了,从养开始呢,就从来不用肥,多肉整个全生长时期真的是不用肥的,那么有的话说为什么有这个肥料存在呢,用点肥料它长得更大更快嘛,而我们呢,更多的是追求一个什么呢,那种养的越老了以后,出来那种古朴的一种老妆,是那种老妆更值钱,所以说不会用肥料,自己家养可以用点肥料,关于颜色的问题呢,不是肥料,有的话说不是用肥料,我看人家有的那个,听说用了什么药花, 花花绿的那个颜色挺好看,其实那种东西都是要紧,用过类似于除草剂的一些东西,它会缩短植物的寿命啊,不建议大家去那么玩,当然了,用来观看,观赏呢是很好看,很好看的,所以你养的话就尽量追求一个原有的颜色,如何呢呢,有那种原有的一个颜色呢,第一点就是控光了,你像我们这种大棚的话呢,去控光就比较难啊, 也是我们最难上状态的这种,它喜欢那种全日照,就是日照尽量的长一点,喜欢大温差,你像就是新疆那边,早穿棉袄,五穿沙,晚上围着火炉吃西瓜,有那种长制照,有那种大温差,然后多肉呢,一冷一热,光照又很强,它就会出来各种各样的一个很好看,一个状态,明白了吗,臭宝,这是一个点, 再有一个人有话说,我收到的很鲜呀,为什么褪色了,你像你家里边是恒红烟,是长红烟,它就一直生长啊,还有的话说,老欢迎我夏天的时候,多肉为什么死,它这个跟咱们北方的植物反的来啊,多肉植物大部分在夏季高温的时候,它是休眠,你像我们北方植物呢,它这个阳树柳树,大槐树这些个呢,它在冬季低温的时候休眠落叶子,所以说呢,在夏季高温的时候,画我们可以幽子点,如果说你真心喜欢哪个多肉啊,你白天让它出去晒太阳,真的没什么大事啊, 有的可能会出现一些晒斑,这个也影响不到,你到晚上的时候可以放到冰箱的上一层,保鲜柜里面,你真喜欢它可以那么玩,这个真的没什么,完全是可以实现的,好了,小话我们一样多肉,也明白一些事,有的话说,老欢迎你不卖多肉吗,我们家也卖,像这种醉化的一个村门,也才各为数,我们家里面基本上没有超过20块钱的,有的话说,都这么垃圾的品种吗,你自己来看吧,我都不给你擦了,还垃圾的品种,嗯,为什么这么便宜,我也想低调,实际不允许, 走啦,我老花鱼,养花正常鱼,带啦 嗯哼